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主持人可欣 本周呢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恰好是本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5月31号啊 也希望我们的一辉老师 能为我们来复盘一下 近期的一个行情的表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收盘之后是如何表现的 A股今天三大指数 都是小幅调整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题材上 像商业航天消费电子 AIPC人型机器人板块是涨幅居前的 跌幅居前的来关注一下 房地产服务 硅能源 还有有色金属板块等等 来请一下我们一辉老师吧 来一辉老师为我们来梳理一下 近期的行情 好的 感谢我们的可信 刚才我们的可信重点讲到 今天5月31号 即使收出周线也是收出月线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从周线级别图上 上证指数仅仅是微跌0.07% 那么从月线级别图上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终结了 2月份 3月份 4月份的三联羊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月 已经是下跌0.58% 其实并不多 生成指下跌0.64% 这是周线级别 月线级别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跌2.32% 那么创业版纸 同样从月线级别下跌2.87% 从周线级别图上 我们看到仅仅是下跌0.7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今天的早评 高盛很明确讲到了 MICI在历史上 只要是指数达到技术性的牛市 什么是技术性牛市 也就是涨幅超过20% 期间没有跌幅超过10%的 都叫做技术性牛市 一共是23次 那好 这其中有22次跌幅 是小于5%的波动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 上证指数波幅其实不到1% 也就是这两周形成一个回落 那么在前期我们看到 引领市场上涨的主要是什么 恒生指数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恒生指数 其实近期整体的一个表现 目前恒生指数是一个 下跌0.01% 好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K线结构图 从高到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它的跌幅达到多少 6.78%了 对不对 也就说明什么 其实恒生指数 要比我们的上证指数 下跌的幅度要更多一些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重点 从记录上讲到了几根均线 第一根均线是什么 550均线 就这个粉颜色 它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压力位 这个位置形成压力 包括在这个位置 3174点形成压力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550均线 就是两年线 对吧 一个是这个位置 2022年的7月份形成高点 包括在2023年的5月份 形成主要的一个压力位 那好 现在这两年 正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压力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短期均线的话 比如说六市均线 目前是在3078点 那么250均线 也就是年线 是在3073点 发现没有 现在正好是在这个位置形成支撑 在这儿形成压力 那么在6月份 我认为大概率是什么 沿着这条趋势线 也就是在3020年附近 然后形成一个震荡 这一点非常明确 那么再回到我们本周二的早评 如果没有看我们本周二早评 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们总结的是2005年 2008年 还有2013年 2016年 2019年 整体在连续大幅下跌 也就是熊市整体的第一年 我们总结的是什么 往往第一波行情 涨幅是比较快的 比如说2005年 其实当时的低点是998 然后当时形成一个大牛市 直接涨到了08年的高点是多少 6月24点 对不对 好了那么为什么那个阶段是一个连续大涨 主要是两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持续有增量资金 并且什么经济的一个快速复苏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盘面上形成什么 弱势震荡 尤其在今天跌幅剧前的什么板块 其实我们图者可能不太关注 我要告诉大家 主要下跌的就是建材类 要关注一下 包括像化工类 石油类 整体尤其建材 我们看到今天跌幅剧前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今天公布的PMI数据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5月份公布的PMI数据达到49.5 一定要注意一下 50以上是扩江区间之上 50以下代表了什么 收缩区间 那么收缩区间代表的是 经济是一个弱修复 而且是什么 有待提高 那么直接影响的是什么 房地产上端 采购金领人指数 采购形成一个下行 这就是今天整体建材类下跌的原因 当然石油石化类 其实是属于什么 高股息的 那么整体经济的恢复 比较快的时候 其实用油就会比较多 对吧 运输也会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石油石化倍 包括能源类 相对的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今天整体从盘面上 表现比较强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软件服务 其次是互联网 航空 那么如果说从概念板块上 我们重点看一下 一个是什么AIPC 对吧 另外一个是商业航天 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 混合现实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人形机器人 那我们重点要讲一下 三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AIPC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商业航天 还有就是人形机器人 其实我们在今天下午的 直播的时候 重点强 这三个方面都是 2024年的元年 也就是今天涨的 都是未来 对不对 马上进入到6月份 未来上涨 那么首先我们所说的商业航天的上涨 今年是2024年商业航天 商业运用的一个元年 所以说我们看到近期商业航天板块 持续形成上升 包括在下个月的 也是6月底 整体在海南的发射中心 也又是商业运用的一个发射 也有低轨卫星 可能有直播 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这是元年商业航天 第二个就是AIPC AI手机的应用元年 对不对 还有是什么 人形机器人商业落地的元年 所以说今天整体的上涨都是什么 未来 包括什么MR混合现实 对吧 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工板块里面的 航空的上涨 也和什么关系呢 今天早评我们讲到了 关于航空航天相应的一些材料 物料相关的一些出口 有一些限制 还记得在前期 我们看到褶的出口限制 直接带来了褶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么直接的今天映射到了什么 军工啊 航空啊 包括商业航天形成一个上涨 这是目前的行情 那么5月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整体如果说从K线结构图上 并没有形成一个什么 比较明显的上涨 我们看到5月份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其实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也就是5月份从哪上来的 又回到哪 但是有一些板块却是持续上行 因为在5月份 尤其在这两周 很多投资感受是什么 是电风扇行情 对吧 包括在昨天也有投资说 是风火轮行情 基本上15个板块都是涨10分钟 你一进结果就跌下来了 今天虽然说指数不加 但是今天超过3100家个股 却是上涨的 当然成交量我们看到 刚刚是7100多亿 没有形成一个放量 如果是一个缩量的格局 并不可能形成大涨 这也是我们在前一期重点强调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 5月份其实主线是什么 涨价概念 对吧 不管是我们看到石油石化的涨价 贵金属的黄金的涨价 包括白银的涨价 对不对 以及有色板块的涨价 以及化工的 还有等等的一些涨价 还有猪周期猪的涨价 是不是5月份的主线是这个呢 那么6月份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我认为一个是我们要看一下涨价概念 能不能延续 这是其一 其二 就像刚才我们强调 整体从板块上的映射 未来这些科技的发展 以及像AIPC的运用 AI手机的运用 包括我们讲到人型机器人 在6月13号有一个特斯拉的 整个的一个发布会 那么国内的人型机器人 也会参与进去 那么这个展会会不会带来迎勤机器人 那个方向一个发展 包括我们也讲了商业航空 这个概念可能会持续 所以说整个对于6月份来讲 其实我认为并不存在六穷 存在的是什么 整体板块也好 可能会轮动 但是主线我们其实仍然关注 高股息的包括这些成长类的 这才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关键吧 咱们一定要关注啊 我们也会发布周评 所以说吧 对于下周行情啊 我仍然是积极乐观 整个目前行情 我们还是重板块 轻指数 我们明天见